今天我請我的車夫哥哥帶去那些叫月牆 即是那些洞洞洞洞洞的地方 當地人才去那些美景打卡位拍照 Hello 我來了小樽了 這個小樽敏河也算是這裡的經典打卡位 不過其實除了這裡之外 在小樽做一些你來過很多次但未去過的隱藏打卡位 今天我帶你去玩 跟我搭人力車 一般如果大家來小樽人力車體驗 他會去另外那邊最經典最古老的街道 但今天我請我的車夫哥哥帶去那些叫月牆 就是那些洞洞洞洞洞洞的地方 當地人才去那些美景打卡位拍照 所以你看到路線跟平時也不同 到了哥哥介紹的第一個地方 這個就是第一個打卡位 你不要看它有一個好像很普通的倉庫 這個倉庫原來是很厲害的 因為很多日本電影和電視劇 以前在這裡取景 它最有名的其中一套作品是什麼呢 是蒙面超人 是不是這個 這個龍錦超人 是蒙面超人 就在這裡客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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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這個就是哥哥介紹的 這個人力車旅程的最後一站 我今天的 這個位置原來相當厲害 你想想有沒有想過 一個荒廢的火車路軌 在這裡可以有一個打卡位 這個建築物是什麼 這個原來是一間日本船公司 以前用的他們公司的位置 再加上這個位置 這條火車路軌 其實是整個北海道 最內歷史的火車路軌 由小樽到直將 現在已經荒廢了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 安心地打卡 拍多點美照 我覺得這裡真的很漂亮 和大家介紹 這一間是每次來小樽都會來的 海邊小食堂 首先我們不要看這些東西 直接看看這裡的環境 我覺得真的很好感覺 因為其實小樽已經差不多到 到位置了 然後剛才在門口 是一個很樸素很淺淨的小魚港 在門口已經看到燒著這條魚 然後走進去就燒著這些貝殼類 不過第一件事 我覺得要試的是這個 這個 反而是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 雖然它是一個很像平平無奇的麵食湯 但你看到它 它是一個有帶子的麵食湯 這麼小的碗 但它有兩隻這麼大的帶子 這個的鮮味 是在海邊小食堂才有的 啊 人生喝過幾個我覺得 令我難以忘懷的麵食湯 我想說這個是其中一個 因為真的很鮮的味道 然後 我不客氣 這一口 無論如何都要來的 北海盜海膽 我來吧 大家看到這一隻蠔 它有多大隻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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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小樽 每個人都想起音樂盒 但我是想起一套日本的漫畫 漲泰的壽司 所以我來到小樽做的壽司體驗 都是特別漲泰一點的 我已經準備就緒了 Takuma 也準備就緒了 謝謝 謝謝 雖然我在日本不同的地方 都有嘗試過壽司體驗 但每次都是失敗收場 每一次都說 你學完可以回去自己學製的 記得的 每次快都不記得 嘗試過壽司 嘗試過壽司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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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當沒事發生的師傅 不如你從頭來過吧 沒事發生過 再來一次 有感覺… 嗯 我聽到攝影師哥哥嘆了一口 仰天長笑 是 現在我知道我把壽司飯 變成水撈飯 不要緊 這裡的壽司體驗是 你自己做完 你自己吃的 左手拿著 對 左手拿著 對 對 上去 對 對 親指 用手指弓在這裡 打開洞 很重要 因為你吃下去的時候 口感會鬆一點 即是沒有那麼固埋 對 對 然後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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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哇 姿勢上是不錯的 我覺得 真的 說小章是壽司之香 我覺得 沒錯 因為我學過過 那麼多不同地方的壽司體驗 我覺得它 算是令我最好 你看看,我這個東西很像 也很像 不錯 對 這裡就好 好 好 終於煮好了 這個小章壽司體驗的午餐 然後加上烏冬 我就可以開餐了